音樂 音樂 和平常結識我 先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小時候 你想到你大了以後要做什麼? 有沒有想過? 想過 你想做什麼? 我小時候有兩個理想 第一个是长大了要做一名战地记者 第二个是可以做一个地址勘探队员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什么东西影响你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 我现在回溯自己 可能是一种追逐自由的心理 我喜欢无拘无束地活着 喜欢生命的空间开阔 喜欢思维的空间没有羁绊 所以这两个工作都是这种 处于要在野外或者是到处跑来跑去的 对 那么你后来为什么没有实现这样的理想 其实我觉得这个理想可能最初是一个愿望 当你接近理想的时候 你会用你的行动 可是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我还有更多的思考要表达 那么可能最信守年来 最直接的表达就是绘画 之后在这个绘画的这条路 从一开始的这种思想上的表达 到慢慢慢慢接近艺术这条路 走得就是很顺利 所以我其实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艺术的这条路上来 什么时候你指导自己要成为一个艺术家 九四年九六年的时候 我在中央美院进修两年 毕业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在去找大学的工作 教师当老师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艺术机构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当时是有工作的 当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学 可是我放弃了我的工作 和别人选的不一样的路 我完全成为了一个自由人 就是因为我喜欢创作 我喜欢表达 我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 对这个世界发出声音 这就是我当时的决定 你在你这个人生经历中间 有什么事情对你影响特别大 或者有什么人对你影响特别大 其实现在想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对我真的有影响 但是我觉得记忆深刻的事情 是有的 让生命觉悟的事情是有的 比如说生命和死亡 就是我觉得我的经验里面 可能对于生命的消失 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 可能体会的比常人要多一些 所以这个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女生 在我高中的时候 和我同去上学的路上 她上班我上学 之后跟我打个招呼 白白就走了 之后她那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之后我的同学去松花江游泳 就游在里面出不来了 消失了 之后我在路上亲眼看到 一个老婆婆从六楼跳下来 就是摔在地上 所有的这个行为过程和声音 包括那个现实的那个血迹 就是对我的冲击特别大 我去医院看病人 看亲人 在上楼梯的快速的跑的过程当中 突然间一具尸体横在你的眼前 还有我自己的家人的经历 比如说我父亲的去世 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的哥哥又去世 所以我觉得这种生命的 这种状态 无偿的这种状态 在我的记忆里面 可能比较 比较有违的深刻 所以你就是觉得这种死亡 或者生命结束 这样一些事情 和你很接近 就经常在你的眼前发生 是不是这样 频率比较多一点 那么你有没有考虑过 你自己的这种对死亡的恐惧 或者这种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很尖锐 就是对死亡有一种 好像估计 或者是担心 有没有这种心态 其实我觉得 那个倒没有 但是我曾经有一段 对于一个怎么讲 对于我是谁 对于生命的最终极的问题 的这种考虑 我是觉得 对于死亡的这个 我也有考虑 那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会 觉得死亡很温暖 很柔软 就是它很有诱惑力 你很愿意接近它 但是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固态的 不是一个常态 也不是一个永远 就是随着你的时间的变化 你的思维空间的变化 你的心理的变化 可能对于死亡这个问题的认识 还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但是你害不害怕 我觉得不害怕 没有过害怕 我想到过死亡的时候 一直是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几项 感觉 那个乔布斯说 你应该过每一天 当最后一天 当你的最后一天 对 你同不同意他这样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乔布斯呢 他是我很欣赏的一个人 他做的事情 我觉得有好多 也是艺术家要做的事情 但是对于死亡的认知 我觉得他有他特殊的情境 和特殊的身体状态 和特殊的时间段 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那是他那一段时间的表达 我觉得如果他活着 他的生命状态不一样 再有另外的时间段 他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表达 就像我 我每一个时间段 我也有不同的 对死亡的认知和表达 你说你很欣赏 像乔布斯这样的人 对 你如果给你一个选择 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 历史上的人 或者现在的人 或者是中国人外国人 你会想成为谁 我还是想成为我自己 最想成为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艺术的工作 艺术对于我来说 就是生命的实践的过程 人类的思维空间是有限的 宇宙的空间也是无穷尽的 所以艺术就是要在这种 人类现有的知识经验 文化科学体制之外 能发现一些 现在还没有发现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艺术对于我来说 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我希望我能做到 成为一个另外的我自己 那如果 有来生的话 你来生愿意 给你一个选择 你愿意做什么 你愿意还是做艺术家吗 还是 你会想试一试做别的 这个我没想过 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第二个选择 另外一个专业 你会想做什么 现在我觉得 无论做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 这个事情能不能让你 真正的生命觉悟 达到一个生命的 觉悟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 我前一段也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 现在我是做艺术 可是我在思考状态里面 我觉得有时候艺术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通过 你的行为方式 通过你的思考 通过一个手段 艺术只是一个手段 达到生命的 觉悟的状态 进到另外一个空间和境界 这个是我要追求的 所以做什么都不重要 来生做什么也不重要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 在你的经历中间 你觉得特别后悔 没有 特别后悔的事情 或者遗憾 我觉得好像 怎么讲 可能不是后悔 也够不成遗憾 只是觉得自己 还在成长当中 没有更好的去 怎么讲 就是自己的结构 不完整 所以有些事情你一定是 错过的 或者是不能把握的 回头看来 不是 你不是遗憾 不是失望 也不是绝望 是觉得 你还没有真正的 把自己建构完整 如果你真的是完整了 面面 就不是说面面俱到 就是你真正的是一个 结构完整 很独立 精神很独立的人 那你面对事情的时候 可能你会角度不同 或者是角度丰富 除了艺术之外 你希望你还有什么才能 如果你可以有的话 什么意思 哪方面 我觉得 除了艺术以外 做一个女人 我希望我更完美 更外在也更完美 内在也更丰富 就是属于女人的特质 我应该更多 更好 更优秀 才能方面 我觉得 其实 一个完美的女人 也不一定需要有才能了 才能 那么你在你所见到过的 女人中间 或者是不一定是你见到 或者你读到的 你觉得谁是你偶像 或者你最欣赏的 对 有两个人 我觉得我比较欣赏 一个是邓肯 跳现代舞的那个 我觉得他是 在有限的生命时间里面 把能释放的生命能量 全部释放了 另外一个就是 肯尼尼的夫人 我觉得她是属于一个比较知性 比较智慧的一个女人 她用她的知性和智慧 把握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你有没有哪个女作家 你特别欣赏 没有那么深的记忆 因为我读过很多女艺术家的作品 包括文字的和艺术的 我觉得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还是这两个人 在我心里面比较深刻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卡拉斯 唱歌剧的那个 他是因为他的天才 打动了我 有什么书 就是小说也好啊 或者是 非小说性的那本书 好像对你影响最大 普遍来说 哲学和佛学方面的书 对我有影响 近两年 奥修的书 对我特别的有 有启示性的作用 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觉得对我来说 宗教是一直我要 我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哪个宗教你觉得 比较接近你呢 佛教 有没有特别的 就是在佛教的这方面 去探讨它 或者是去阅读这方面的书 有花了一定的时间 所以佛教的这种观点 对你的作品 应该是有影响 谈不上影响 我觉得佛教 它不是一个观点 对我的影响 我是觉得 它是让我的思维空间 我的生命空间 不断地超越和升华 至于方法 艺术 我觉得艺术 就是一个工具 其他比如说 才华 或各方面的技能 做什么 相对来说 都是工具 都是一个实践的这样的 一个通道 一个过程 但你认不认为自己是 是一个佛教徒 或者是一个佛教的信仰者 我现在 我觉得不要这样讲 但这个差异在什么地方 什么差异 就是说你认为你对佛教很有兴趣 你也关心 但是你又不承认你是一个佛教的信仰者 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你也认为你对佛教的信仰者 对佛教的信仰者 你也认为他专门 在乎你 对佛教的信仰者 对佛教的信仰者 有什么意义 你也认为你对佛教的信仰者 有什么意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